我们下一位要上场的是 我们英雄联盟的官方解说 郭安泽远 不着急 我在你这待会儿 好 我拜托一个事 大家也都知道我们 广老师的力量 是吧 本来呢 我们比赛要在深圳里 他说深圳舰就改冰岛了 今天请您来 没有别的事 好好批评批评我们公司 去吧 大家好 我是英雄联盟解说管泽远 2021年啊 对于我们整个电竞行业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在座的很多观众 也是我们电竞的粉丝 是吧 大家都知道2021年EDG 拿了世界冠军 那一晚啊 我解说完回到家里 久久不能入眠 那一晚是所有电竞迷动 一个狂欢 那一晚真的 辗转反侧难以入睡 主要怪的太吵了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怎么大家只有在赢的 当天才开始庆祝呢 我不是在决赛前 三千就跟你们说了吗 这EDG 他就赢不了 虽然身为一个解说 但是观众经常跟我说 让我闭嘴 说我赌奶 看好奶队 奶队就输 搞得所有人都觉得 我在说反话 我其实很委屈 我也其实还好 我现在骂人呢 都达不到我想要的效果 我一生气 大家都对我投来期盼的目光 太好了 他生气了 大货年的 快说点难听的给我听听 今年啊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 关注我们电竞 有一些花式为EDG加油的活动 但是有些人 你们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还整裸 你们懂我意思吧 就为了这个庆祝夺冠 大冬天的不穿衣服 就在外头跑 给我气的呀 这水准您就别说 您自己是电竞粉丝了 我们真正的电竞粉丝出门 谁会忘买出门装啊 你们前排有Rookie粉丝啊 那没事了 这个行业呢 确实越来越火 咱们英雄联盟手游啊 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 不过有些玩家呢 打了几局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甚至还跑来问我 能不能当职业选手 我的建议是 不能 因为这个游戏啊 对新手确实很友好 你上来连赢几局 那很正常 你要是真的厉害 拿个国服王者 不用来问我 早就有人把你挖走了 如果有人告诉你 咱们打职业不需要这些 也能打职业 那我的建议是 尽快下载国家反诈中心APP 陈警官 我做得对吗 当然 职业选手的天赋啊 是与生俱来的 你比如UZM 一出生呢 还不会走路 你就会走位了 假如还有人不死心 老干爹俱乐部在杭州啊 有个测试中心 不服 你们就去试试 职业选手 这个手指反应速度 0.1秒 你 一两秒 就这个手速 你不要说打职业了 群里都抢不到红包 那当然了 不光是当选手 甚至有人觉得我们这个职位 当解说也是 我上我也行 确实 大家都长嘴了嘛 没有问题 但说实话 你上 你真不行 一个好的解说 是会让比赛的观感成倍增加的 今天在这呢 我也就不解说游戏了 省得你们老说我欺负人 今天咱们整点简单的 我给你们现场解说一脱口秀 好不好 装备我准备一下 你看这一戴上就有那味儿了 大家好 欢迎各位来到2021年 脱口秀大会S4的决赛现场 我是你们的现场解说管则员 目前选手们叙事待发 向冠军发起冲击 此前被寄予厚望的 下路双人组和建国博洋 因为临时组队磨合得不成好 双双交出闪现 退出战争 不要 位于决赛阶段的何广志选手 因为新换了皮肤太好看了 手感根本是 刚出门就被秒了 这多血费啊 OP视角给到黄伯 作为S1初代大魔王 能否重铸往日荣光 就在今晚 他发现机会了 一个闪现进场 一套QW连招 帅阳光 有礼貌 再见大招 回顾四年 伤害爆炸 直接拿下领生员 五盏灯 PantaLine 看这波周期末怎么处理 他刚刚回家更新过装备 哎呦 出了一波洋波套装 减少一次百度四十了 这个出妆选择 哥们没有看懂啊 看他怎么操作 直接反打 反手一个三段Q 切到后排 我 我 我的房子呀 这一套商贷有点遭不住啊 直接犯血 还在追 还在追 哎呀 是想一波吗 周期末还在输出 出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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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倒了呀 作为线下一号总的选手 周期末今天守住了 天花板的尊严 天不胜过周期末 脱口秀万古如长夜 老闹喊出那句话 Listen to my man 太秀了 这太厉害了 你说战体上你行吗 哎呦 哎呦 还 还 还会儿 差点没给哥们憋死 2021年了 也没啥好说的 EDG 牛 效果 也牛 没有 没有 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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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别瞎说 快别瞎说 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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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下说 反正明年的EDG和效果呢 肯定有一个会继续牛的 你们爱心不信 这个节目的最后啊 本想是祝各位新年快乐的 但是考虑到身份情况比较特殊 就算了吧 谢谢大家 我是管作员 好厉害啊 感觉在LPL现场的这种感觉 我的天啊 谢谢管作员 哎呀 刚刚这段表演 让我们一下就理解了 为什么一个人 独男属性这么强 还是没有被官方开除 是吧 业务能力确实是在线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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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预测一下 明年我们脱口秀大会的冠军吧 天机不可泄露 你明年来参赛吧 好不好 下次一定 还紧张吗 特别紧张 看到你不紧张 看到D668什么都很紧张 哎呀 抄不出三句就开始说一些胡话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的 大家看到 你头顶那个0 又填满了球 那接下来呢 又要有彩蛋了 加油 加油雪冰 大家好 我是略琴 非常高兴来到吐槽大会 我来之前啊 我上网找素材了 发现某著名论坛上 有一个明星喜爱值榜单 张大的得分 2.3分 满分是100 就这个榜单啊 怎么说呢 张绍刚老师都30多分 张大的 2.3 是不是特别难以想象 这个世界上 居然还有2.3%的人喜欢张大的 就凭借这个2.3的得分啊 张大的 常年稳居 倒数前五 这个榜上能排倒数的艺人 我跟你们说啊 有曾经违法乱纪的 有败坏道德风气的 只有张大的 是完全靠自己实力的 人家威亚姐做主咖的吐槽大会 她草点比威亚姐还堵 像不像火箭少女毕业 她比火箭少女哭得还厉害 还老因为哭道歉 人家别的明星道歉都说 我无意占用公共资源 张大的道歉 我无意占用别人的私人资源 你老无意啥你无意 你烦不烦呢 无意烦嘛 我现在这个 行人梗 汉行 行人梗 是吧 不得不提到一个人 我和国仔的这个CP确实是火 就总有粉丝说 你们不结婚很难收场 结婚行 你得有婚房吧 这就不得不提到 贝壳找房APP 贝壳 720度看房 全是真方圆 你在别的地方找房 万一遇到甲方圆 还得换 用贝壳找到的房子 都是真的不用换 这就叫有备已不换 国仔那天问我呢 说略琪 以后你要是红了 我会不会就被抛弃了 你说不能 你又不是言和行 以前呢 严和强跟庞博搞过一个对谈 说相声和脱口秀的区别是什么 我心说那还不简单 相声需要搭档 脱口秀不需要搭档 你比如说 郭麒麟就是一位出色的脱口秀艺人 要我说啊 严和强就太老实了 你得跟老板告状 你就说 我搭档总在外边接活 都不跟我说相声了 你管不管 你怎么这么关着他呢 你是他爹吗 是的 多吃点 没事 就是你看你现在自己不也上总益吗 土耀大会挺好 人家金星尔老师 第三次上了 金姐在这个节目里流连忘返 金姐 你知道吐槽你有多费劲吗 你都来三趟了 哪还有黑料可讲了 你现在可太白了 你太白金星了 又来写人文件 我被王剑多也害了 这个怎么多呀 这感觉是他们家的密集 人家金姐啊 双料博士 正经高学历 你说我算啥高学历 人家才是 但其实高学历人设也没有那么好 总有人骂你 你一个北大毕业的 总靠在屏幕上 划重取宠 挣了点破流量 难道你就不觉得丢人吗 啊 许志远 许志远老师 我说你你别生气啊 就你那些破事 你现在在社会上 整个的人物形象 你今天你就偷着乐吧 今天上这吐槽女的是我 不是杨丽 许志远老师啊 最大的特点 不洗头 是你对时代的愤怒 要求你节约用水吗 真好 那你和薇娅挺配啊 薇娅负责种草 你负责节水 你俩挺环保啊 就感觉这两年 许志远老师 快被时代淘汰了 总说一些 不合时宜的观点 还给节目上讨论啊 说如何与90后的年轻人相助 我可以回答你 我们90后的人 不打算和你相处 终于到了我们的主咖 薇娅姐 你坐直点听吧姐 免得网友又说你 姿势微微有点不痒 薇娅老师啊 带货界的一姐 我以前就老听说 说她不管卖啥 都能被抢过 我心这不错哎 我也抢 抢好一次 啥也没抢着 后来终于抢着一次 我才发现 呀 还得付钱呢 你说明明是我抢的东西 付钱那不叫买吗 我就觉得 这就是一种虚假宣传 薇娅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她在直播间卖火箭 多厉害 我直播连刷火箭都没有 所以说 薇娅才是真正的火箭少女 长大的 你可以开始哭了 其实我也不太忍心 多吐槽薇娅 因为坐电商 带货很不容易 我在网上就看见新闻 薇娅姐接受采访时 崩溃痛苦 每天工作到凌晨 没有时间陪女儿 哎呦 看得我这个心疼啊 紧接着下一条新闻 薇娅年收入20亿 姐 卖货都挣这么多钱了 惨 就留给别人卖吧 谢谢大家 我略行 好 猜一下 180吧 应该没有建国高 我在171 17321 请锁票 所以谐音梗这个东西是一种传染病 是吗